大家好,欢迎收看燕红的手工视频 今天我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楼下的白子莲 可能大家会以为是我们到了一个风景区什么的 可是这个真的是我们楼下 而且还有很大一片是粉色的黄色的花 叫得出名字的,叫不出名字的,到处都是 不仅这些,在我的印象中 我的家乡这边就是有非常多的花 有时间可以给大家多拍几期 我立 from office 我捏也要黏在建築的上边 就是那些不存在的 因为大麻料 也有一种把等等 要 lane的人 就是这种毛泡 今天给大家用烫燃花来做白子莲 刚刚可以看到 白子莲的花朵成淡紫色 中心有一杠颜色比较深 所以我们可以在剪下的绸布中 先勾勒出一条较深的线 然后再进行染色 这个的重点就在于 颜色一定要和我们看到的相近 这样才可以做出绿换的感觉 话说我一直都很喜欢烫花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我们可以多出一些烫花的头饰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头饰 就是想要营造出一种梦幻的感觉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段时间可能大家都在疑惑我在干什么呢 我一直都没有闲着 一直都在设计我们淘宝店铺的产品 因为在7月份的话我们打算卖成品了 这可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现在设计的头饰会更加的具有实用性 这样方便小伙伴们在平时的时候也可以佩戴 比如今天设计的白子年头饰 就是有一天我路过我家楼下的花园 看到有这么大一片紫色的花朵 开得如此的美丽动人 于是我就想把这一刻定格下来 回家以后便设计出了这样一款仙气十足的头饰 这款头饰可以用于新年跟装 引楼拍摄 甚至古风装造也可以用哦 因为用途不同 我也会多组合几种形式给大家 本期中的组合也是我为了我们这次拍摄而制作的 想看上头效果吗 想看的话可以弹幕告诉我哦 如果大家喜欢这款头饰的话 可以来燕红的淘宝店铺预购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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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好了,大家来看一下展示吧 这个皇冠是我以前做给新娘的 这次也可以用到哦 这里也给大家做一下展示吧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哦 下期视频我们将带来这套视频的展示哦 记得点赞评论关注我哟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